虽然3月21号才最后统计和宣布大选的得票结果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根据18号凌晨的统计 普京的得票率是大幅领先 相当于他实际上已经是当选了总统 那这次战时的选举和以往总统选举相比 您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还不能说完全是战时的选举 因为根据选举法在战争时期不能进行选举 俄罗斯并没有让全国85个地区进入战时状态 进入战时状态的只有靠近乌克兰边境的 这七个州和边疆区进入了战时状态 但是这些进入战时状态的地区 包括新入俄的四个地区 克里米亚 塞瓦斯托布尔 他们是提前进行选举的 提前选举是从2月25号开始的 2月25号到3月14号 二天的时间有200万人进行了提前选举 海外的选举大概是37.2万人 这一次选举有几个第一次 第一次在部分选区处于战火当中进行的选举 第一次在俄罗斯与西方全面对抗之下 进行的总统选举 第一次在2020年4月修改了总统 任期之后进行的选举 这次选举意味着 这个普京如果愿意干可以干到2036年 84岁 另外呢 这是第一次当地投票和远程投票 相结合的选举 这些都是这个第一次 另外呢 投票率创历史新高 已经这个已经出来了 这是77.4的投票率 历史上最高是是这个1991年 那时候苏联刚解体 大家热情特别高 那个时候是74.7 这一次是77.4 另外呢 普京的得票率历史新高 在2018年 他的得票率是76.69 这一次已经统计的99.76%的选票当中 他的得票率是87.31% 过87%没有问题 比历史最高 此前七次选举当中的 2018年高了10个百分点 另外在这个选举之前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安全环境极其紧张 连续两周之内 俄罗斯内陆地区遭到攻击 莫斯科圣彼得堡 包括选举当天 莫斯科三大机场 又进行了这个封闭 无人机被击落之后 落到了这个 达曼耶德沃机场 另外圣彼得堡也遭到攻击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 反而助攻了普京 尤其像马克龙总统在说 北约要下场啊等等 俄罗斯人有一个习惯 欲刚遮刚 欲柔遮 你们这个安全威胁这么大 对我们施加了这么大的压力 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我们看到普京 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他获得高票 都是面临西方威胁 特别大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高选票 当选的一个新的一个任期开始了 所以这个俄乌冲突背景下的 这次总统选举呢 是备受关注 我们看到在记者会上 普京也被问到说 北约和这个 俄罗斯爆发这个全面冲突的可能性 普京的回答是一切皆有可能 而且他说西方军队在乌克兰的存在 可能会使这个世界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您怎么看普京的这样的一个回应 我想如果说呢 我们从总体上看普京整体的这样一个讲话 那么应该说呢 他的话题还是比较宽泛的 而且呢表现出了比较大的灵活性和弹性 那么这里面呢 一方面是在对于北约可能下场的一种警告 我觉得更多的呢 上也表现出了可以在关键的时刻 那么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 所以我觉得呢 总体上呢 他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的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尤其是关于普京这一次在讲话当中 所做的这个表述 我觉得首先当然针对的就是 西方国家如果真正有整建制的军队 进入到乌克兰 这个前提非常清楚 那么而且呢 这里面呢 他实际上是彰显罗斯几个方面的 对于战局的比较重要的判断 第一个判断呢 就是所有当下乌克兰所取得的 所谓的重大的战果 特别是在黑海舰队这个方向 包括对于克里米亚打击方面 取得的战果 那么都是在西方国家的武器 包括相关的情报 包括相关的指导之下 那么获得的 所以这个逻辑呢 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这里面呢 还包括呢 北约当下呢 对于整个自己首要威胁的 判断的改变 我们知道14号的时候呢 当时斯特尔滕美格 曾经做了2023年度 北约的年度报告 那么那里面呢 他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把欧罗斯呢 指正为当下北约最大的 最紧迫的首要威胁 所以如果说按照这样一个逻辑 那我们知道呢 今年实际上 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 因为今年呢 是北约成立75周年 在7月份呢 会在华盛顿 那么进行这个峰会 而且呢 就在上一周 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 奥斯汀呢 还和斯特尔滕美格呢 通了话 就本周 那么又要举行 继续举行的 俄乌呢 就是乌克兰问题的 这个联络小组 它实际上是个例会嘛 每个月有一次 继续就小组的活动问题 那么进行禁闻的磋商 所以呢 这个提供武器的管道 始终没有终止 同时呢 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我看到18号呢 就是捷克真正目前呢 已经通过外购的渠道 拿到了80万发炮弹 同时呢 还有70万发 已经拿到了渠道 也就是一共150万发的炮弹 那么现在呢 通过33亿美元的采购 已经获得 所以这些呢 都让我们看到 就是一线真正之所以 和平的熟光南线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西方国家源不断的 这个武器装备的援助 同时我觉得呢 还有一个更大的 更危险的信息呢 表现在就目前的北约 事实上呢 正在罗马尼亚建设一个 北约当下 在黑海沿最大的 一个永久性的基地 这个基地呢 占地大约有3000公顷 而且可以容纳1万人 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照片上 它可以显示 有跑道 有停机坪 有滑行道 有弹药库 同时还有一般人的 比如说医院 包括他的住宿的这个宿舍 所以呢 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开设一个永久性的 能容纳这么大规模的 这样一个人员 那我想呢 肯定这个战争 短期它是很难停止的 考虑到这个方向 前出黑海 它是非常容易的 那么当然这个态势 它会变得更加复杂 同时这几天呢 我们看到 斯多尔德韦格呢 17号正在 南高加索三国访问 就这个 它相当于 现在北约向 欧洲的施压 不仅限于 俄乌冲突的战场 它上在它的后院 在它的非常重要的 核心地带和软腹部 也在捅刀子 你包括到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格鲁加 而且它还要承诺 它要主导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 永久性和平谈判 所以我觉得总体上 应该是多方面 它都在推动当下 恶化俄罗斯的 周边安全态势 这个当然是 普京必须要警告的 另外我们看到 普京还针对近期 别尔格鲁德州 遭袭的事件 也发表了看法 说不排除在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建立一个 安全区的可能性 虽然他没说 这个安全区的范围 有多大 但您觉得 这个安全区 到底怎么去建 怎么去画 是不是会画在 这个乌东四周呢 这个词以前出现过 他用的这个词 叫Sanitarnaia Zone 它是一个 卫生区防疫区 这个词的最早的 就无菌区防疫区 这个词最早提出来 是在2022年3月 伊斯坦布尔谈判的时候 就是俄乌谈判的时候 整个乌克兰 要成为一个防疫区 Sanitarnaia Zone 要成为这一个区 后来到了 去年的6月份的时候 这几个边疆的 这个遭到攻击 边疆州遭到攻击的时候 再次提出了这个话题 昨天在他的竞选总部 午夜的时候 有人问 我们现在 你看你有这个 7590万人支持你 因为整个的选民是 8311万人 如果按一算的话 是7590万人支持你 有这么多支持你 这仗还可以继续打下去 另外呢 可不可以把哈尔科夫 奥德萨这些 都并入到俄罗斯当中来呢 提到了这个话题 他说现在还想不到 这些东西 我们要求建的 应该考虑建立一个防疫区 在这个让这个西方的武器 乌克兰收到的西方的武器 够不到我们 让它够到我们也非常难 这个我们考虑在 实际成熟的时候 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区域 我们知道 其实俄罗斯 在进入乌克兰之后 在哈尔科夫方向 是第一主攻方向 后来哈尔科夫 首先撤出去了 撤的时候 哈尔科夫保留了 29个居民点 现在他在哈尔科夫 靠近边境地区 还有一些居民点 掌握在他手里 四地入俄 为什么哈尔科夫不入俄 哈尔科夫是用来 可以跟乌克兰谈判的 包括这个居民点 但是现在的情况来看 地面兵力压在卢盖斯克 有十万人左右 始终没动 在克林基 人家都往前突进那么多了 他也没有动用这些人 我认为这部力量 这部分力量 很有可能绕过 库比扬斯克 从现在已经进入到西北部 很有可能实施跳岛战术 向北攻击 在哈尔科夫地区 建立这样的防疫区 这个防疫区的面积 到底有多大 原来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去年2023年6月 讨论是当时是说70公里 因为那个时候 爱国者要来了 给的火箭弹就是70公里 在70公里以外推远 这样的话呢 你西方的远程火力 你就够不到我了 但是如果说将卢盖斯克 囤积的这个大军 要往前压的话 我认为可能他的目标 是整个哈尔科夫州 甚至包括他以西的 布尔塔瓦州的部分地区 另外我们看到 针对近期呢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 一些强硬的言论 比如说不排除 向这个乌克兰派出 地面部队的可能性等等 普京也做了回应 那您觉得接下来 比如说俄罗斯针对法国 这种有可能派出地面部队 就是不排除吧 派出地面部队 这样的强硬言论 俄罗斯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应该从当下的 马克龙整个他的表态呢 有的时候确实 他还是有一些 比较大的一个摇摆 因为我们看到 一方面他是坚持自己呢 准备这个出兵的 这样一个动议 实际上呢在16号 我们看到 乌克兰电视台在采访 马克龙的时候 他又有一个新的表述 他觉得呢 他可以倡议呢 在今年呢 巴黎奥运会期间 也就是7月26号到8月11号 那么呢 他认为呢 这是一个推动 俄乌冲突呢 停火的关键的时机 他认为呢 他可以推动和普京 来见面来谈判 所以就这个问题呢 上在这一次呢 也被提了出来 普京对这个问题 是有回应的 我觉得他回答的呢 还是比较清楚的 他认为呢 当下就是所有的 关于和平谈判呢 这个选择都是存在的 但是关键呢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倡议 他绝不是说 因为敌人没有子弹了 然后呢 选择和我们谈判 而过了一年半 两年修整完了以后 在卷土重来 他讲的不是的 那么要谈呢 就是一个永久性的谈判 而且谈判呢 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呢 就这个观点呢 显然俄罗斯 他是做好了 就是这些国家 强硬的表述 甚至有可能呢 出现这个下场的举动 俄罗斯呢 做出坚定的回应 这是也是上一次 他谈到战士火武器呢 所有的武器都是选项 都是摆在桌面上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着眼于 最困难的情况的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我是觉得不仅上是法国 还有一部分 其他的国家 实际上在这个方面 也是比较冒近的 那么俄罗斯需要准备的是 应对整个北约 这个整体 它的一些异动 尤其我们看到 现在瑞典加入北约以后 美国的战略轰炸机 这两天 就可以从瑞典上空飞过了 就它整个的地缘的范围扩大了 它的活动区间扩大了 这些呢 都是对俄罗斯 新的安全压力的新的部分 同志我们看到 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伊古视察了黑海舰队 那么同时呢 美国中情局局长 伯恩斯表示说 可以帮助乌克兰 对克里米亚进行深度渗透打击 那么关于黑海方向 又有什么样的攻防战呢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据法新社17号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当天视察了俄黑海舰队 并要求必须每天 对人员进行培训 训练如何击退敌方 空袭和无人艇的攻击 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 邵伊古下令 配备额外的火力 大口径机枪 以击败敌方的无人驾驶装备 黑海一直是 俄乌冲突的重要战场 也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大本营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乌克兰声称已摧毁 20多艘俄黑海舰队的舰船 而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网站14号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当天承认 乌克兰在袭击 俄黑海舰队时 使用的是 北约国家提供的导弹 他还强调黑海地区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报道还提到 此前在11号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承 如果美国通过新的原污法案 将使乌克兰能够在克里米亚 发动更多的深度渗透打击 继续袭击俄罗斯黑海舰队 并最终重新获得进攻主动权 针对伯恩斯此番言论 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13号表示 局势已经发展到美国高级官员 称西方需要帮助乌克兰 深入袭击克里米亚的地步 换句话说 美国直接参与这场冲突 已经得到官方承认 稍一股视察黑海舰队 确实黑海舰队被乌克兰进行连番的袭击 有一些损失 甚至一度传言说 因此可能俄罗斯的海军总司令也被替换 那您觉得稍一股这个时候去视察黑海舰队 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现在这个黑海舰队到底有多少力量 如果按照乌克兰的计算 26艘水面舰船 一艘潜艇被打掉的话 包括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 我算了一下这是黑海舰队的30% 从2023年12月开始 俄罗斯的四大舰队全部重归海军 2010年新面貌军事改革 它是化到各个战区的 现在重新化给海军了 现在的这个海军使令 叶夫梅诺是2019年上任的 但是我们看到黑海 事实上俄罗斯正在失去制海权 至少失去了一半的制海权 康斯坦查到敖德萨的两道 一直是通的 俄罗斯退出了 去年7月退出了黑海谷物协议 但是人家的谷物已经达到了 这个开战前出口的水平 大量的军品通过这条道又进来 而且如果以这个塞瓦斯托尔湾向南 划一条线的话 整个的西部海域 俄军的舰船是不敢进入的 所以在这种形势之下 黑海舰队不可能一直这么无能 你已经撤到了费奥多西亚 最南部最东南部还被人追着打 撤到了新罗西斯克 被人围着冲破水下战篮 水面战篮来攻击你的艇 所以在这种形势之下 我认为黑海舰队可能会有大的变动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背景下 中情局局长说的这个话 新的援武法案可以帮助乌克兰对克里米亚 实施更多深度渗透打击 那您觉得美国会帮助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发动什么样的攻击呢 应该说当下伯恩斯他的观点和目前斯多尔特魁格 多次讲到的观点是一致的 因为在14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北约秘书长他所讲的 就是说如果整个2023年度的话 那么乌克兰取得的最大的成绩 就是击溃了黑海舰队 所以他认为就目前这个深度渗透打击 它是对于北约当下 对于乌克兰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最近几天出现了一个新的消息也比较危险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英国和德国正在做导弹的置换 就是德国把他的金牛座导弹提供给英国 英国拿到金牛座以后 把他的目前斯卡普提供给乌克兰 或者是通过英国的手 转手把金牛座提供给乌克兰 所以这种方案我们说都能看到 就是包括北约 包括目前的美国都在做对乌克兰 对于克里米亚进行深度打击的这种准备 这当然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乌克兰是把袭击的目标 钉向了俄罗斯的炼油厂 有多个俄罗斯的炼油厂遭受袭击 那么同时在17号这一天 俄罗斯就击毁了近百多架的乌克兰的无人机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 最近几天针对俄境内的无人机袭击明显增多 17号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处表示 俄军在过去一天内使用防空系统 电子战设备以及炮火击落了168架乌克兰无人机 23枚吸血鬼火箭弹 以及用于打击地面目标的改装型S-200导弹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田称 有至少4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被记录 同一天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援引乌国内消闲事的话称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联合乌克兰武装部队特种作战部队 无人作战系统部队 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去的炼油厂实施了打击 报道还称 乌克兰无人机已成功对俄罗斯12家炼油厂实施了打击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消闲事称 乌方正在系统化实施一项精心策划的战略 也就是以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石油设施 借此削弱俄罗斯的经济潜力 这名消息人士称 俄罗斯军队的燃料供应 以及俄用于冲突的石油收入都会受到影响 感觉乌克兰确实有很多有计划的攻击 比如说当初对克里米亚大桥的攻击 然后对黑海舰队的攻击 现在是对俄罗斯境内炼油厂的集中攻击 那您觉得这个攻击的目的是什么 降低你的战争潜力 弱化你的战争潜力 俄罗斯的炼油能力是2.5亿吨 他3月17号这一天打的萨马拉三个炼油厂 三个炼油厂就2500万吨的炼油量 那就是十分之一 到目前为止不是12个炼油厂 是13个炼油厂了 今天又有一家 这个我看了一下就是这导致再有一次攻击的话 俄罗斯的汽油的产量下降10%左右 9%左右 那你这对它的经济影响是非常大的 残油涨到了6500多卢布 汽油95号汽油涨到了这个 也涨价也都是非常厉害 就一吨 这种情况之下 人心惶惶 而且有三个炼厂是军事燃油 它会影响军事行动 而且我们看到乌克兰呢 显然是加大了无人机的攻击力度 17号一天 俄罗斯呢 就打下了乌克兰超过百余架的无人机 还有23枚这个吸血鬼火箭弹等等 您觉得乌克兰这一波的这个攻击 是不是主要加强了一种空中的打击力度 是的 应该说呢 当下无人机这个基数在乌克兰还是比较大的 我看到呢 它这个前方的有一个基本的统计 就目前如果说按照一般性的打击力度 一个月呢 大约能够用到至少一万架的无人机 而且呢 无人机呢 它这个生存大约是三架次 就是出去三次大约有一次 你就会被击落 所以按照这样一个基本的使用规模 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当下的无人机联盟 就是准备一年给它提供一百万架 那么当然它会会各个方向都造成非常大的洗扰 尤其这几天呢 这个打击目标更能说明问题 那么不仅是对于它的大型炼油厂的打击 我们可以看到17号的时候 它对于这个莫斯科 就是它那个第二大机场吧 就在莫斯科的市中心 大约只有20多英里这个范围 它就可以打到 那我们知道它过去还选择包括打击 比如说像目前的战略轰炸机的基地 那么包括呢 像这个黑海监队的很多的核心的这个舰艇 它是给俄罗斯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困扰 而这个呢 你是在短期内很难 很难全方位的去防范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战争打到现在呢 双方呢 我觉得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进入关注